英国国防大成本华莱士周一表示 英国将向乌克兰派遣少量中有防空导弹放射器的装甲车 华莱士补充说 英国的评估显示 大约1.5万名俄罗斯人员在冲突中丧生 2000辆装甲车包括大于530辆坦克 以及60驾驶升机和战斗机被摧毁 我现在可以向众议院表示 我们将纵纵一小部分装有防空导弹发射器的装甲车 华莱士说 乌克兰需要更多远程火炮和弹药 并寻求反舰导弹来对抗俄罗斯船只 这位大臣表示 英国将寻求在未来实现这些武器的供应